餐廳 好像有跳秒數了 有 可以的 好我們從那邊嗎 好 開始了 好 這個是在公司嘛 對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是經理好朋友的車子 這台車是HONDA CR-V的五代 大家都知道五代銷售的狀況 大概跟TOYOTA RAV4一樣好 這兩台車都是同級車 而且銷售了大概聽個紅綠燈 幾乎就可以大會失的那個程度了 今天要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這台車其實因為KT銷售的狀況特別好 所以在很多地方都有CRV五代的濕裝車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做試乘 譬如說台北盧州的祥陽汽車 譬如說我們桃園 葉大俠那邊 自己也有CRV的五代 或者是中部賣最多 因為工廠裡面裝五代其實裝得少 因為台中的話大部分都讓經理的好朋友 在潭子的亞潭路上面的五汽車 那邊也有CRV五代的濕裝車 那也有避震器的庫存 另外一個有避震器的現貨 是在台中中科國際金工 吳老闆那邊 那邊也有CRV五代的現貨 可以提供給各位 所以這台車因為賣得很好 有實車也有很多避震器的庫存 可以提供給各位即時的做安裝的服務 那今天要安裝的版本是 受到車友們最推崇的道路版 那道路版的避震器 在細節上KT也有很多的細節 也許有可能設計的更符合 這台車的一個設定跟需求 因為一般改裝便器 可能有辦法讓操控性變得很好 但是舒適度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好 但怎麼說 這一台車都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希望在操控跟舒適當中 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像是前面的彈簧 我們就配一個大捲式氣功鏡的規格 後方的彈簧會把筒身的形成 什麼是筒身的形成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那它原廠的形成 這個上跟下往復運動的作動範圍 就是它的形成 像KT後方筒身的形成 做到大概175mm 175mm 一般的話大概都130-140左右 KT的話把行程拉長 那彈簧長度的話 是配6公斤的規格 所以以這台車來說 用彈簧的設定 用筒身的行程設定 來當個參考的話 都能做到很舒適的一個程度 當然經理講的話 是老王賣瓜 一點也不準 但是我們提供CRV5代的實車 可以給各位來試乘 那歡迎各位來試乘體驗看看 覺得KT設定還不錯的話 再把KT的品牌列入改裝避震器的參考 這個是後面的筒身 後面的話 如果這台車 它的底盤 我們舉一個 大概同級車好了 現代的Tosan 但現代它不是歐系車 可是現代Tosan 它為了讓它底盤的操控 比較迎合熱血一點的需求 所以它的避震器是請德國Sachis代工 所以它的阻鈴 我經理也有壓過 Tosan它的阻鈴 就會做得比像CRV 或者是比Toyota的RAV4 都做得還要來的硬朗一些些 那CRV5代的話 這個壓起來 就是比較舒適一點的阻鈴設定 這個是後面的筒身部分 後面的彈簧也還蠻長的 這個是原廠後面的彈簧 那原廠的設定的話 它上方有一塊橡皮 彈簧上方橡皮是不需要沿用的 但下方的橡皮是需要沿用原廠 好 那再來這個是前面的筒身 前面的筒身在五代 已經有做了一個改款 大改款 以前啦 大概從CRV的二代 三代 四代 這個兩角下方 都是像一般的日系車 穿了兩顆螺絲 但是到了五代 就做一個不一樣的設定 它是類似一個歐系的底盤 是做插入式的一個角座 所以它的前面的坑本 就沒有辦法做調整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 KT也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上座的話 不需要拆原廠的來延用 好 這個是 原廠避震器的一個設定 我們來看看 KT裝到車上的一個樣子 今天還有多了一個 楊角調整器的改裝 這是原廠的楊角 那改裝之後的這個角度 這兩個中間的距離 變得能調整了 所以就可以調整 後輪的Camper角度 那為什麼要改裝 楊角調整器 因為後方的懸吊系統 它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這個輪胎的角度 會變趴 那內側的話會摸得比較快 所以改裝楊角調整器 才能夠避免後輪內側 異常磨耗的狀況 這一支 就是楊角調整器 在類似的底盤當中 其實有一台 浮絲的 浮絲的一個MQB的底盤 它的底盤也是類似這樣設計 可是MQB的底盤 它在上面楊角的內側 有一顆偏心的小螺絲 那一顆偏心的小螺絲 就可以微幅調整 後輪坑頭的角度了 那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它只能調整竖角 在下支壁的內側 這裡有一顆偏心螺絲 這一顆的話 它能夠微幅調整竖角 當然在調整的同時 兩角的角度也會稍微改變 只是它能夠調整的範圍不大 所以當車高的降伏比較多的時候 這一顆偏心螺絲就對應不到 應該要有的一個角度 所以會需要改裝 兩角調整器的由來 就是上述的原因 在彈簧的部分的話 就裝在這個地方 彈簧的上方這裡 有一個調整機構 今天要大概降到 剩下兩指幅左右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後面的調整機構 然後後面的筒針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經理說的 175就是這個銀色的活塞桿 上端到下端的一個距離 大概17.5公分左右 所以它的行程做得特別的長 在筒針的上方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機構 就是在調整後面的軟硬度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好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介紹 前方的話比較簡單 前面就是麥化成的懸吊系統 那值得介紹的是這條彈簧 這條彈簧的話 我們打了一個200mm 它的自由長度 7公斤的規格 7公斤的意思是 它每下壓1mm 需要7公斤的力道 所以這條彈簧 配上1.5升渦輪的CRV5代 是很適合的一個規格 而且它的作動的行程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還要來多出35% 所以在舒適度上就會相當的好 在這裡有一些相關的細節 這個是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另外還有一個扣具 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些所有的固定點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都是給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這台車還有改了一個 很漂亮的鍛造旅圈 這個原廠的話是18吋的 這個改裝成20吋的 是265-40-20 265-40-20 這個整體的重量 比原廠的18吋還要更輕 所以這個都是很能夠提升 操控性的一個改裝 我們一般說 彈簧之下的重量 一公斤就等於是 幾乎是整車的9公斤 所以減輕鋁圈的重量 對操控來說 是相當有幫助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上面的部分 上座的話在這裡 那個小柱的話 也有改裝的拉桿 所以上座的話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 前面的軟硬度的 往這個方向 順時針就是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是軟 這個是副駕這一邊嘛 右邊跟另外一邊 左邊一定要對稱 這個是1.5升的渦輪引擎 好那這台車真的是KT的銷售狀況 很受到CRV五代車友的推崇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 記得經理都有辦法為各位來做安排 那再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那如果剛剛經理遺漏掉 沒有介紹到的地方 也可以私訊我們 好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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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